哈喽,大家好,今天要讲的是 肥胖对身体各个部位可能你意想不到的伤害 第一,大脑和神经系统 研究显示肥胖会导致大脑的炎症 损害认知功能 增加脑物、记忆力和注意力减退的风险 甚至提高阿尔兹海默症的可能性 第二,肺部和呼吸系统 护部脂肪过多会压迫肺部,影响呼吸功能 增加呼吸道阻塞的可能性 因此肥胖人士容易患上睡眠呼吸暂停 即睡眠时呼吸反复中断 导致白天失睡、疲劳和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 第三,肝脏 肥胖会使肝脏脂肪堆积 导致脂肪肝和炎症 甚至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 而且肝脏是人体代谢的主要器官 如果肝脏解毒能力下降 会影响全身健康 第四,骨骼与关节 过度的体重会对膝关节、宽关节等部位 施加额外的压力 加速关节软骨磨损 容易引发关节炎 特别是骨关节炎 导致疼痛和活动受限 肥胖引起的炎症也可能导致骨质密度降低 和骨质疏松症 增加骨折风险 第五,心脏与心血管系统 肥胖会加速动脉硬化和血管损伤 血管壁脂肪沉积可能导致血管硬化 狭窄或堵塞 增加心脏负担 提高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 第六,胰脏 多余的脂肪会影响胰岛素的正常分泌和作用 导致胰岛素抵抗 胰腺需要分泌更多的胰岛素 长期下来可能会严重耗损胰腺功能 导致血糖升高 引起二型糖尿病 第七,肠胃道和消化系统 肥胖可能改变肠道菌群 引发腹脏及消化不良 腹部脂肪会压迫胃部 使肥胖者更容易患上胃酸逆流 结肠癌等 第八,肾脏和泌尿系统 肥胖会加重肾脏负担 导致肾脏损伤 容易引发慢性肾病 甚至肾衰竭 肥胖与尿路感染 尿失禁等问题也有关 第九,免疫系统 脂肪细胞过大的时候会爆开且死亡 导致身体释放炎症因子 引起慢性炎症 慢性炎症会干扰免疫细胞功能 加重免疫系统负担 因此肥胖会削弱免疫系统的功能 增加感染的风险 且肥胖者感染后恢复会比较慢 第十,生殖系统 肥胖会影响荷尔蒙平衡 因此肥胖的女性更容易面临生育障碍 如月经不调 多囊卵巢综合症和怀孕困难 对于男性 肥胖可能导致高酮水平下降 影响生育力 第十,皮肤 肥胖会导致皮肤褶皱 皮肤褶皱中的湿热环境 发生摩擦时 容易滋生真菌感染 引起皮肤炎症和湿疹 而且肥胖引起胰岛素抵抗 可能导致黑肌皮病 症状是皮肤变黑增厚 尤其是在颈部和腋下 肥胖也可能导致皮肤粗糙 松弛以及出现油光等现象 第十二,荷尔蒙系统 肥胖会引起激素失衡 尤其肥胖可能使得体内的TSH水平升高 进而影响甲状腺的功能 导致代谢下降 新陈代谢减缓 会降低细胞的能量生产 导致全身性的疲劳感 因此肥胖人士很常感到精神不振 虚弱及缺乏动力等 第十三,癌症风险 肥胖与多种癌症的发生风险增加有关 包括乳腺癌、斜直肠癌、胰腺癌、脊宫内膜癌等 那么既然肥胖会引起那么多的器官疾病 肥胖到什么程度要开始注意呢 最基础的判断是通过体重指数BMI 可以通过公式计算 如果BMI在18.5以下归类为体重过轻 在18.5至24之间是正常体重 BMI24至27之间属于体重与超重 BMI27至30归类为轻度肥胖 30至35是中度肥胖 35级以上是重度肥胖 所以BMI在24以上就要开始注意了 不过BMI只是一个参考指标 不能完全反映体脂分布及个人的健康状况 例如有些肌肉发达的人 BMI可能较高 但并不肥胖 因此还需要结合以下的指标 第一,体脂率 现在很多智能的体重机都有提供这个体脂率的数据 可以作为参考 如果男性体脂率高于25%归类为男性肥胖 而女性体脂率高于32%则归类为女性肥胖 还有另一个指标是腰围和腰臀比 男性如果腰围超过90公分 女性超过80公分 表示腹部脂肪过多属于高位人群 其次是腰臀比 就是腰围除与臀围的数值 男性如果超过0.9 女性超过0.85 归类为过度腹部脂肪聚集 关于测量方法 腰围的测量方法是 测量腰部最细处 而臀围则是测量臀部最宽处 有些人会认为我的BMI 体脂肪和腰围围都很正常啊 应该没问题吧 一些人尽管体重正常 但仍然有可能归类为高风险人群 这类人常被称为瘦胖型或代谢肥胖型正常体重 如果符合以下任意项条件 即使体重正常 仍属于高风险人群 第一,血糖偏高 如果空腹血糖高于5.6毫摩尔每身或确诊糖尿病 第二,血脂异常 如果高密度脂蛋白过低或甘油三脂升高 第三,高血压 如果收缩压高于130或树脏压高于85 第四,胰岛素抵抗 如果即使体重正常 胰岛素利用效率低下 第五,慢性炎症 如果血液中吸反应蛋白等炎症标志物升高 要确定的话 应该做一个全面的体检评估 那么断食是如何起到减重效果的呢? 第一,减少总热量摄入 断食期间你限制了进食时间或完全不进食 导致总热量摄入减少 在没有外来食物提供热量的情况下 身体会动用储存的脂肪来功能 从而促进脂肪燃烧 第二,提高脂肪代谢 断食使身体进入脂肪燃烧模式 主要原因在于胰岛素水平下降 当身体在进食状态下没有摄入碳水化合物 血糖水平稳定 胰岛素分泌减少 脂肪细胞内的脂肪被释放出来 转化为能量供身体使用 第三,促进生酮状态 长时间断食后身体储存的葡萄糖会被消耗殆尽 身体会开始分解脂肪 生成酮体作为主要能量来源 这种状态被称为生酮状态 能够加速脂肪分解帮助减重 第四,增加生长激素分泌 研究显示断食期间生长激素分泌水平会上升 生长激素可以促进脂肪分解 同时保护肌肉,避免肌肉流失 这对长期减重者尤为重要 因为肌肉量对维持基础代谢率起到关键作用 第五,改善胰岛素敏感性 断食有助于提高胰岛素敏感性 帮助身体更有效地利用血糖 减少多余糖分转化为脂肪储存的机会 这一机制对于减肥人士尤其重要 第六,调节饥饿激素 断食可以影响与饥饿和食欲相关的激素 如饥饿素和瘦素 帮助身体重新调整饥饿信号 减少暴饮暴食的可能性 培养更健康的进食习惯 第七,提升新陈代谢 短期断食可以提升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 激活身体的代谢率促进脂肪分解 此外,间歇性断食与运动结合效果更为明显 第八,减少内脏脂肪 断食对腹部脂肪特别是内脏脂肪的消耗效果显著 内脏脂肪过多不仅影响外观 还会增加代谢性疾病 如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第九,减化饮食习惯 间歇性断食可以帮助减少对食物的依赖 打破随时进食的习惯 同时减少摄入高热量 不健康的零食和加工食品 因此,断食不仅对减重有效 对于体重正常的人也能帮助达到健康的血糖、血脂、血压、胰岛素和发炎水平 总的来说 断食对减重和身体健康有相当积极的影响 配合均衡饮食、充足的水分摄入、适度的锻炼、充足的睡眠 有效地缓解精神压力和定期的健康检查 效果会更好 不过,尽管断食有很多潜在的益处 但开始断食前要持谨慎态度 特别是有慢性疾病、严重疾病或其他健康问题的朋友 在考虑断食之前应咨询医生 并且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 慢慢增加空腹时间 让身体适应 详细的断食方法可以参考这个视频 如果您通过断食 健康有得到改善的话 欢迎您留言分享 或到频道的社区页面参加问卷调查 分享您的经验 您的分享必定能够帮助到很多对断食有兴趣的朋友们 如果您是断食新手想了解更多 也欢迎到社区页面看看网友们关于断食的经验分享